好 但是因為那個嘉玲老師就說人際歷程 我想人際歷程我就要回溯 我們在哪些理論裡面有跟人有 人際不動 其實每一派都有人際不動 只是有些學派他比較強調 那我就想到阿德勒有說阿德勒你知道阿德勒 對 在第一本書那個姊姊的第三章 那個姊姊叫妹妹OK 我是雙胞胖女 所以那本妹妹是我 比較冒險性 阿比較胖 但事實上是我姊姊比較胖 真實的認識 真的是我姊姊比較胖 但是那本書裡面妹妹就胖OK 阿德勒說每個人生來就有社 具有社會興趣OK 而且每個人都有歸屬社會的需求 就是因為阿德勒是老二你知道嗎 你知道阿德勒是老二嗎 阿德勒很自卑你知道嗎 你知道這故事對不對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就覺得我真的很需要歸屬 但是他平常被他哥哥壓抑 那他哥哥的first step 又跟Follow一個理想 四個百年 所以所以Cory說 所以他們不合 因為他們會一直覺得那是他Follow 好像Follow一個就他哥哥 他是考驗在那裡 OK Anyway我覺得他是概念很好 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這樣 如果每個人都有社會興趣 那你不能說人家一齊在這邊玩 然後你在這裡 然後你就希望他們就主動幫你連進去 對不對 那是需要行動的 你是希望過去說我可以加入嗎 那也很難 不容易 所以他說如果你有社會興趣 然後你又付出行動 那就是你是表情是有勇氣的 有勇氣的 所以我們再講到人際 人際互動 有時候你在做團體諮商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一個人在那裡 他就不參與 因為他怕啦 他害怕啊 對不對 但是我們知道他其實是有那個歸屬的需求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如果你的歸屬需求越得到滿足 你的社會興趣就會提高 然後你的心理健康也就會提高 根據阿哥 所以你在人際互動的時候 你要幫助按照滿足他的歸屬來 滿足他的歸屬來 你知道為什麼我要趕快出書嗎 因為我才有理由來找家庭老師啊 不然我怎麼來找他啊 家庭我們吃飯好不好 吃飯是一個意思 但是我不太喜歡光會的吃飯去吃飯 我現在有點自私 就是每個神世界都光會 幹嘛自己吃飯啊 吃飯也可以來理事集嘛 不用吃飯也可以 雖然我很想吃飽了 但是不要吃飯也可以 我寧願我們來分享 對不對 因為阿德德這樣說嘛 對不對 但這個我好像會從那個詞 好 所以勇氣是什麼 勇氣是什麼 所以當你 其實我在美國就常常比較這種狀況 有時候你看美國人 西里華拉比娃在講什麼 Football什麼的 呃 我要怎麼加入 所以你知道 為什麼我這麼愛拍照 我都沒勾給他 我們來拍照一下吧 拍照一下好不好 那你以為你跟他講話 其實你跟他拍照 你就發現我可以用手機去教導你 然後他們就會 美國人都不愛拍照你知道嗎 非常不愛拍照 但是他們又會喜歡照片 所以他就說 洛老師你有照片嗎 好 那我現在還做一件 我做成YouTube 然後就分享給他 哦 你做成影片 這個就是我克服自卑的方法 就是用手機去拍照 還蠻有用的 我們學校只有我是一個台灣人 然後他們就說 每次要開會的時候看到我在拍照 好像我們就變成攝影師這樣 但他們就覺得那個就是他 那萬一有一天我不做 他們就說What's going on OK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這張目標 就要幫助他們增加 個歸屬感跟社會信心 如果他有歸屬感 或是他是比較Social Phobia 對不對 他不敢去跟人家接觸 因為不少人跟人家接觸 那他就會自尊心變 他就會心裡健康 對不對 所以你要幫助他學會 怎麼跟人家鼓動 很重要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名義 不是 而且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很善 但是他可以學啦 對不對這樣 OK 好 然後呢 阿德就是這樣說嘛 對不對 那我們在人際議程中 你知道有興趣 人都有所謂興趣 但是你要溝通啊 對不對 不能說Hi and Bye 對不對 你要開始講話 OK 所以這個Bernie呢 這是我那本書的第四章 他就說什麼 他說因為我們在跟人家互動的時候 我們有三個我 我們有三個我 我們有兒童我 父母我 成人我 這個跟佛洛伊德的朋友 這個差不多有點像 但是不完全一樣 OK 他就說佛洛伊德是說 好像是他們有那種特質等等的 但是他說這個是真的 請問我現在在上課 我到底是用哪一個我在撒課 蛤 成人 你看到成人我嗎 哪一個部分你看到成人我 就是可能 剛才跟你講資訊的時候 他們也有看到 有兒童證明 感覺要父母 OK 我這樣講就是兒童證明 然後這樣的時候就是成人 他說坐好啦 坐好 然後變成父母 所以我們有不同的部分 好 所以很重要就是說 其實在人際的意思就是這三個 我的怎麼互動的一種藝術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三個我 每個人都有三個我 那如果我的我跟我出去 比如說我要當兒童我 然後我把對方當父母 肚子好餓喔 那我是兒童我對父母 那我希望他跟我說啊你要吃什麼 那就很好 就可以通啊 那我跟我說我好餓 那我叫你吃飯 你吃飯 早上叫你吃飯 你吃飯 就肚子餓 對不對 那他就就打炒 你就勾不通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好的溝通 對不對 像像這個就是交叉式的溝通 就是說像這個就很難溝通 對不對 一個說我們一起讀書好不好 一個就說好啊 你要讀 你要給我好好讀 那你就要睡著 好 那你就好像把他當根敞開 就是你要這樣太serious 對不對 那就是交叉式的溝通 那不復補呢 像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的兒童我 也有兩個兒童我 一個是自由我 一個是適應 一個自由我就是比較free 比較有放育性 那適應我就是說 欸 我在上課我知道 雖然要講話那時候 我去做適應對不對 好 那雖然他們都是兒童我 但是呢 他們在互動 你看沒有看到很好的 就是沒有父母 對不對 因為他們是穿在不堪的 雖然是平行的 但是父母 夾以父母我對 一個父母 要這樣好 對不起 那個地方其實錯 應該是跑到上面去 我在上課 我在有個上課 有改過在裡面 很在改下 對 好 反正就是說如果你是這樣 一個是在用不同的國在互動 雖然比如說你懂同事之父母 但是父母就有一個控制的父母 跟照顧的父母 對不對 那如果是沒有 就是他們的沒有怎麼講 沒有對焦的話 那互動就好 對不對 那互動還有一種 看一下欠償性的互動 你們應該有聽過這種 你好像在跟他說你鎖門了沒 欸 那聽起來是成功我對成功我 其實你私下是在說什麼 你忘記所謂嘛 對不對 然後呢 或是眼皮往上翻 對不對 就好像在告訴對方說 我不信任你 你所謂的嘛 對不對 聽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圖於 潛藏式的溝通 潛藏式的溝通 還有一種溝通是絞型溝通 就是好像講的很serious 然後說啊 我開人學 這種方式不太好 就是說你原來講的很嚴肅 結果你一句玩笑話 你就否定你前面所謂的嚴肅 這個叫做挑釁功能 還有一種是好像打撞球 打撞球 比如說這個 這個假的父母火對比的父母火說 妹妹如果不把工作小就別想去看電影 所以她那個也不是她的女兒對不對 所以她的訊息是要傳給誰 要傳給這個兒童對不對 是那裡 但是潛在的訊息 是要跟隊伍說趕快做功課 當心被出發 然後我還有五分鐘而已 然後那個妹妹聽到了就說 好啦 我等一下就開始做 她有接到訊息 雖然訊息不是給她對不對 好 那這個靶心也是 就是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但是我是要傳達給你的父母 我跟本人都給她 因為我想你承認我們將你接受 但看幾乎幾乎 然後是那個你的兒童模糊 你都會不會很像之類的 蠻好玩對不對 所以呢 如果按Burnie來看的話 就是說我們在溝通的時候 你在人際地層 你要能夠知己知彼才會百在百勝 對不對 你看喔 家裡老師先講什麼 嗯 他是成本 那他是要把我當成本嗎 那我要不要成本 或是有時候跟老師也可以撒嬌一些 對不對 老師 兒童我對父母我 然後家裡老師說 怎麼了 然後你們可以繼續互動 所以這樣就會讓人際地層是比較順暢 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在這互動裡面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的故事 我 治理自己 對不對 差不多 就說人際互動就是她的 其實不是 我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包恩寄出來了 對不對 那包恩就在我們第二章 這一個題第二章 他就說其實我們有很多的 我們有團體我 有個人我 有家庭我 有個別我 就像你現在的班上 有時候你可能為了班上付出很多 但是你犧牲了自己 就是你的班級我很多 個別管理一下 然後你回家裡就把你做的事情 都給家裡 就要付到一筆的時間給自己 這樣也不好 他說其實很重要 就是你要保持你自我 你自我發展越好 越孝順婦女 OK 因為你不用仰賴別人 而依照你的自己 OK 那你知道她的研究 她是因為知道從觀察病房 她是家裡的智商的創始人之一 那她的研究就是研究那個觀察病房 有思覺失調性的 她有母女一起住 那她們怎麼互動 她就發現說當她的母女她觀察 然後就發現她們沒有自我分化 她們沒有自我分化 那所以她就開始這樣說 欸 自我是什麼 那她就說 欸 其實我們的母有 這個是比較高自我分化 這個比較低自我分化 你知道高自我分化 就是核心的自己比較多 就比較多自己的想法 那外面那個被影響比較小 那這個就自己比較小 那換了我們講話 OK 然後她就覺得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有比較堅強的核心自我 你比較不容易被外面影響 好 所以這個我在做案例裡面的案例的時候 我一開始問她說你的我在哪裡 她說她自己的個理我就一點點 這邊是她的原生嘉賓 這邊是她結婚後的核心嘉賓 然後呢 你看一下這個圈圈喔 這圈圈圈圈圈外面的就是這個人的個理我 裡面就是家底我 好 OK 那這個大概跟我們的文化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文化希望每個體驗 全部都是什麼家庭的 你不要給我有你自己 你好自私喔 對不對 但是包恩覺得說 其實你越把自己長好 你就越能觀察到家庭的狀況 那你就越能幫你這個家庭 那給都我們連社會的 那就是家庭的問題 對不對 好 所以後來我那個案例做完之後 她就發現其他個也分成三分 對不對 好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 她在觀察就發現說 其實三角關係是最好的穩定的關係 最好的穩定關係 因為她發現說那個病房當爸爸搬進來之後 哇 就變成一個三角關係 而且她發現說有時候就說 欸 我兩個玩Gaase 我就會去找他 聊一聊 然後他就變成我們三角關係 好 你要知道 你知道你怎麼不要這樣跟三角關係嗎 比如說我跟她在聊天 那我們講到嘉玲老師 她就在抱怨嘉玲老師怎樣怎樣 說對耶 我也這樣聽過耶 欸 這時候我們是三角關係 我跟她雖然在聊天 那嘉玲老師在那個角 我如果不要當 不要讓嘉玲老師當三角關係 或是我不要成為他們兩個三角關係 或者說我們不要講他 我們來講我們自己就好了 我就回到我們這個關係 好 所以三角關係 有時候是好的 有時候是不好的 因為我常常會用三角關係來投射 投射 就是說用這個圖嘛 爸爸媽媽回家他兩個頭都很大 然後兩個情緒都不好 欸 剛才你在生電動玩具 他們就罵你 罵你 然後他們兩個情緒都發洩給你 他們就好 但你就變成瘦了 但是包恩說他不把那個人 這個是第三者認為是受害者 他說如果這個孩子的自我分化 不夠強 他可以不用接受這個球 他可以 你要怎麼回應 你就問你的爸爸媽媽說 你們今天怎麼了 你們還好嗎 那你就把球給我解釋了 不要當你的小子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概念就很重要 就我們在人際力程中去注意到 我們怎麼去投射 我們去怎麼投射 雖然他講的是家裡 他家庭學團體嘛 所以我這裡就提到幾個這個 比如說兩四個在家裡都沒事 對不對 然後媽媽突然看那個兒子說 一說一下 好 他就開始在引起紛爭了 對不對 然後他就希望他的先生也叫 你也孤兒 不管 他就變成三角關係 對不對 然後他變三角關係以後 爸爸開始罵兒子的時候 媽媽就離開了 對不對 爸爸想說那我太寂寞 他就去說跟他女兒說 你也孤兒子 他就變成三角東西了 所以你就發現 其實那個關係是變來變去的 但是他說三角關係哪好處 如果你有一個三角關係 你比較不容易破裂 不管他怎麼動怎麼動 那個三角形狀在 所以他就提出三角關係 是最穩定的情緒狀態 跟我們平常那個社會說的 那個第三者不太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是包恩嘛 對不對 然後給他快速看我這裡抓到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我剛剛說那個 Anderson對不對 給我照片 他給我這個用給這個 然後他就是說 再說一次 幸運是什麼 沒有期待的 幸運是什麼 就不可以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建設性的對話 就是可以讓人找到往前 所以他覺得 欸 聊天很重要喔 因為譬如說好 我現在跟家裡 我們兩個常常會出現更好 他說來的話我從沒去吃飯 然後我們開始吃飯 我們就開始一個話題就出來了 等我們吃完的時候 我們兩個的公道會對一點 我們就可能就產生一個新的概念 所以他說繪畫 是很神奇的 你在跟他互動的時候 你要最好是說你什麼都知道 那你就可以很好聊天 你就很好奇 然後你就會找到很多的亮光 對方也找到亮光 然後還有一個我這裡丟了 你放了一個這個 一個球 他說你在對話的時候 要像這樣子 要抱著這樣子 就像我們兩個抱著故事球 不是說我丟給你 你講完你再給我再講 你再講不是這樣 說我們兩個一起來塑造這個故事 這就是一個故事球的概念 所以他 他的他們的論點就是強調 語言很重要 因為就是透過對話 你的很多希望是在對話裡面產生的 你不要說我是赤上士 我什麼都懂 你什麼都不懂 我 I know I know nothing 我來跟他講 因為你是你人生的專家 我是專家 我是諮商的專家 我知道怎麼創造的對話的空間 但是你是人家 說我們兩個都是專家 我們就一起互動 然後所以他在講叫做諮商 一起互動 所以你在人際歷程的時候 我覺得他這個概念也是蠻重要 就是說人際歷程的對話 是一個不知道跟不確定感的過程 就是說你不用 你不要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有答案 那這樣你當諮商是就很relax 我不用給你答案 我們就來聊天吧 好好的聊 而且我也告訴你 我已經告訴你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就會發現說 你就不會養了 你背過什麼東西 那當然這不是說你不用學 你學了消化的 然後在必要的時候你拿去奶藥 或是你可以跟他說 我好像有聽過這個東西 你要不要聽聽看 看你不能藥 看他不好藥 經過他的同意 然後你再說出來 好 所以這個 好 那放在這裡 他有他說過一個例子 就是說他去 或者是瑞肯哪裡訪問的時候 有一個思覺失調的案 病人五年 住在病房五年 他說我很痛苦 沒有人聽我說話 不是嗎 每天都有 是上次精神科醫師來嗎 他說對 他們來問診 但是他們不聽我說話 他們就反正你思覺失調 就是這個樣子 不管你 然後我就說 我就給你診斷下去了 他說很痛苦 說話沒人聽是很痛苦的 所以如果你上一會試試看 然後上個女的聽 那個老師很痛 那個老師很痛苦 所以他說很痛苦的諮詐詩呢 就是要學會真正的聽 不僅聽爸爸的話 還要有動作 然後還要了解 讓人家給我回應 所以這個就 這樣子大家都知道怎麼學 但是我覺得這個 他這個案例在我書裡面 我就覺得那是一個 一個很重要的情形 就是你有沒有在聽你的案子說的話 我們專業知道越多頭這麼大 人家不管說多少 我們都已經在腦筋診斷了 那你就開始開癢 你幹嘛還在聽完就開始開癢 然後他就拿個藥出去 然後他很痛苦 因為我講話你都沒有聽到 你怎麼知道我要什麼 對不對 就很重要 所以這個就想要聽完 好 那就 OK 很重要 就是你在人機歷程的時候 不要一直想說 好你趕快講完 我要去嚇一跳 你要重視每當下 這個是Mindfulness說的 每個當下 就像現在 我們是在這個當下 對不對 不用管next moment 也不用管過去式 因為每個時刻他說 人生的美好 就在一呼一吸之間交肚子 我們都在呼吸 否則我們就倒掉 對 所以只有你有呼吸 你才有生意 所以我們的每一刻 是用一呼一吸的過程交織 然後他說每一個當下都可以是開始 每個當下都可以是改變 每個當下都可以是一個chandition 但是你要把握當下 好 不要想到下一步 講說啊 我已經 你就要在那個moment 一見面那個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就很喜歡他 除了當下沒有其他時刻是存在的 對不對 沒有其他時刻會比這一刻更豐富 你們現在有沒有喜歡我 加裝一些 你是不是覺得當我們很認真在互動 你是不是覺得很豐富 雖然他時間是很短 但是他是很豐富的 對不對 很重要的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輕忽這一刻 你就會忽略下一刻 然後你可能就忽略了 你發現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欠了 你可能因為你就在這個moment 你才會說 喔 對喔 原來我會這個喔 那個light door就暗了 那個是在這一刻覺察的 是在這一刻覺察 對不對 然後很重要就是說 活在正確的當下 不管什麼事 不管他是你所謂的好的方法 那都是你主觀判斷的 就讓他存在 所以我們說放下就是接受他的現狀 他就是找這個樣子 就是這個我沒有 因為我們人都有本能要去判斷 要去論斷 他現在怎麼會這麼做 要有那個太青了 要有那個太紅了 對不對 我們都主觀要去判斷 但經驗你接受就好 經驗你接受 那就是一種放下 一種放下 他叫你什麼都不放下 是你接受他的一樣 OK 所以你在此刻的時候 你就你如果能夠充分在當下 然後做判斷你只要去體會他 然後你就會 所以你在跟人進一層 你就是在體會那個moment 就是在主觀我跟你跟你跟你 這個交對的一種互動一種火花 那個就是人際異層不是這樣子嗎 不是你說喔 第一階段這樣 第二階段上這樣 那當然我們要把整理層裡面要這樣 但是你要在經驗層上 真的去進入那個狀況 進入那個狀況 好 所以有效的人際異層 你要跟人家互動 第一個你要信任自己的事 我說我現在也更能力 我還蠻要信任我自己跟人家互動的 我知道我進來我可以信任我自己 對不起 那我要信任自己 要不要我都跟你講話 我都不敢看 那你又想說你在幹嘛 你又不看我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信任自己 當你跟對方互動的時候 你要信任你自己 不是說我信任自己 我可以給你多少公斤 我信任我自己 我是一個願意長大人 所以我在互動的時候 不是只有你改變 我也在改變 所以我要信任我自己 然後你還要怎麼樣 你還要學習接受嗎 那個巴恩課他說 他每天都戴著眼睛去冒險 然後我要加上 你也戴著耳朵去冒險 我也戴著嘴巴去冒險 對不對 我怎麼知道進來的 我家裡老師可不可以變成什麼樣子 會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越去冒險 我越去看 我越去聽 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學習接受 OK 然後學習放手 放手就是 這個樣子就是這個樣子 我講說媽好有趣喔 怎麼這樣子喔 OK 你怎麼拿這個地方 我昨天搭計程車 然後我實際的時候 現代孩子起手不如 好消極喔 然後我想起手就好 我就想接受就好 因為他可能很挫折啦 壓力啦對不對 那我去學 因為他沒有放手 他沒有去relapse 去 enjoy the moment就好 所以我就覺得我為什麼 教書越教越喜歡 因為每天都看到這麼可愛的學生 男人男生厭世女生漂亮 哇 我們當老師是幸福的不得了 我們看到都是年輕貌美的 對不起你們看到都是那個 垂垂老眼 就是看到越來越老 所以我常跟學生說 我覺得我跟你們一樣的樣子 因為我只看到你們喔 我沒看到我自己 但是我會認為你跟我們一樣的樣子 因為我只可以感覺到我的想法 我覺得你們應該等我 所以若無禮國很潮流 那樣的 欸 我就是小孩子啊 但是你們是大人喔 然後很重要 你要怎樣 他就不會 最後一個是什麼 最後一個就是說 你要學習感恩 你要學習感恩 就是說你每天 就像你推著Shopping card 對不對 然後你就拿東西 拿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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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你要感恩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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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是不是完全不一樣 不完全不一樣 一樣的日子 你幹嘛一定要一直去看腹像 那個接受以承諾那個海獅 在你們的我忘記的地方 他就說 其實我們人生的歷徑只有 點零點零一 對不對 順境大概有 百分之九十九十九十 但是我為什麼是不看腹像 那個手手手手手的呢 為什麼呢 他說我們要為人生而活 不是為人生而在 每天都去Fight Fight Fight 好像到處都是外人一樣 我們就好好的活在每一刻啊 每一個人你們都是你們父母寶貝的小孩 然後送來學校 給我們老師享受耶 你看我們多幸福嘛 然後我常說 你們父母還不見得每次看到你們 我老師還沒跟你拜託看到你們 可能有些心事 你不跟你媽媽講 你還跟我老師講 所以我們當老師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當這個Jump 所以我 欸這樣講能記憶成有偷嗎 他說有偷嗎 這是我昨天半夜趕出來的 因為我就每天都要去演講 那我就來不及寫作業了 結果我就趕快早上醒來 趕快寫作業 我想說我有這些東西 這把他怎麼煮成一道菜 我說對不起 這是最後的Fight Fight Fight 也許以後還可以更好 但是就是在這個moment 那時候換來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謝謝 你們都知道老師的習慣嗎 對不對 老師有什麼習慣 什麼事 我每次下課會收集三個點 喔 OK 好 那這個是哈佛大學的一個成功教學法 好 那不約而同 對 但是我想跟大陸加肯 我知道他們前面報告是 對 然後今天又聽著洛老師的分享 我覺得你們可以想想看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我自己非常非常明顯感受到 第一個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遇到一個跟我差不多過冬的人 我們兩個上次在馬來西亞碰到 來照相反這樣 對 我現在就說 不過他也跟不一起比 對 你知道有時候老師的角色的那個人氣靈魂說過 很容易被那個角色所束縛 我好像經常都要開會 對 然後呢 尤其說大師的 所以我的很多C不見的 對 遇到你就情深 對 好 環境的部分老師會覺得說 我聽到很不容易的地方是 沒有特別去腻在哪一個學派 而是把姐妹們跟人經理很有關的 都幫各位 把她跳出來 對對對 跳出來 然後時間很短 所以我其實真的有一種意猶未見的感覺 你們會不會 真的 而且開始溫度要加溫而已啊 有收 然後另外第二個部分是 你們可以注意到 就是人氣地層不是某一個學派的專利 這就是 這就是鋼仔一直在重現的 好 那第三個我想一個東西很重要 慢慢的越走到後現代 各位可以看到 越從技術面 外顯的 然後開始慢慢越走到態度的 所以呢 也許新手對各位來講 要有很多清楚的步驟 可以去執行 會比較有明確感 很自然 但是後面越來越多 包含ACT 包含後面還有那個那個 寬病 寬病 寬病之上 對 都一直越來越 我有看到幾個特色 第一個越人身折衷 對 第二個呢 越來越近乎人性 人性的共通性 第三個是呢 越來越正向 去看到 心理學可以貢獻在哪裡 智商可以貢獻在哪裡 第四個 越講究的是態度 而不是只有技術 所以呢 剛剛聽那個 方美老師的這樣的一個梳理 我自己有這樣的心得 那我剛剛其實呢 在說心得的時候 通過的要把時間留給你 收集三個點數 準備好嗎 想一下 你衝一下那個米魯欽說 裡面有檢查說 所謂學會的第三 就是說 你都學會的時候 全部把你丟掉都忘記 然後你就是一個 很好的智商師 學好了 就丟掉 就是說不要 像我老師說 不要包著 背著那個包子說 啊 我怎麼沒有弄到學到 我弄錯了 當然老師 老師為了教學 當然要這樣做 老師教學 對 那另外一個 其實你們在想的時候 老師再補充一個 我非常喜歡 Bowin他的一個觀點 人不是只有單一一個我 所以好多人 特別在大學 這個階段的諮商的時候 都常常問說 我在某些面前會這樣 我在某些情境會這樣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我 我常常好困惑 都是 都是 所以我就簡單的告訴他 這都是你的一部分 所以 覺察是重要的 覺察才能帶來分化 所以我們要促進的就是 在智商運動當中 去協助他 鼓勵他 所以剛剛講 社會興趣 加上行動 就是勇氣 不要忘了 阿德勒就在做 encourage 這件事 好 其他的 我們都給了 點數 請 我想要分享的時候 今天我就想要感受 是 幫我老師也有分享 他怎麼樣寫這個書 因為還有怎麼樣去思考 這些學派的這些作者 因為我覺得我一開始讀的時候 是先讀姐姐 就是大學 先讀姐姐 對大學的時候讀姐姐 然後我就把它當成教科書 對 這完全是一個 蠻通圖的功課 但是聽老師說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回去 再去鼓勵 其實從 可能作者的生命故事 或者他怎麼樣思考 可能會更有趣 所以其實我覺得老師已經 他示範了怎麼樣去 學習這件事情 因為他用了他自己 怎麼樣學習 怎麼樣寫出這論書 所以他其實也示範了 我可以怎麼樣看這論書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 我剛剛有沒有講到 就是有一個 我剛剛有講這件事 說一個學設計的 有各個書考 看你就是這樣嗎 沒有 就我那天去新書發表 一個學生是實踐設計系畢業的 那他就說老師我是設計系 我一點都沒學過心理學 但是我想當心理師那時候 我想考研究所 然後他就去找了很多書來 就念得就想說好痛苦喔 怎麼這樣子 然後結果再google一下 欸看到我們的書 欸看我要 欸心理學可以好玩喔 欸這些心理學家都是人欸 然後他就發現 開始慢慢慢慢就懂了 然後他懂了以後 他再去把那些 本來很痛苦的書再抓出來 欸就回來了 就要考上國北市智商研究所的第一考驗 400個人去考試 17個錄取人 他要什麼第一考驗 我趕快 趕快錄下來 然後就很受感動 因為我本來寫就是希望 不是為了讓人家考試啦 但是他就有 達到不高價的 然後提到心裡面了 他淋進去了 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是 你們可以從很親民的部分找手 再到你們嚴肅的六關 好 所以呢 欸可以足夠的累積 欸剛剛是以柔 然後你也要講一下你的名字 我不是姓妮 姓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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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很高興 超棒的 來 再一位 老師我是菁培 然後我拍一個時候 其實我求過國珍老師的課 然後 就是他們兩個夫妻縫殼差蠻多的 因為國珍老師是一個很平穩 很可愛的爺爺 然後老師就像剛剛講 是一個很活潑的人 對 然後可是我覺得 我從這兩個老師身上感受到的 其實不是技術理論 或是像這件事上類似統計的東西 我其實忘了 對 就他講什麼我也忘了 那個課名我也忘了 但其實我覺得從兩個老師身上 學到他們的人格特質 跟就像剛剛佳玲老師講的態度 就會讓我聯想到 就是在進行個案工作的時候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呈現什麼樣子 其實真的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真真真 很大 很大 因為那也不只是我們 也就是我們學在大學後 當作國安老師 所以你是像我們這個本家的 考上來的是不是 我今天非常想回應給你 我記得 新手一定會在乎我有什麼能力 然後接著在乎我有什麼樣的智商成效 可是到我現在這個年齡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人散發的是一種能量 這種能量是有情感的 這種能量不是只有認知的 這種能量甚至於難以言說 也許用量子力學可以去形容 然後我覺得這種能量 也不是只有自己有的 我覺得這種能量 就是天地造化當中的形成的 好 謝謝君沛 謝謝 謝謝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待會 請問老師 老師我是家 然後我們要聽老師分享 最大的一個 我覺得有點感動的地方 就是我覺得老師把學識 跟你的經驗 就是用一個很好奇心的 感恩的態度去圖 然後我覺得這樣好像是 可以這樣子在學習的時候 就是會很常會 因為在學習的狀態裡面 所以覺得要想辦法應急考慮 然後可能去評判一些論言 然後有沒有想到其他 可以再進行考慮的那些語法 然後就會讓我自己很常會出在一個 古墓 應該是不早找 對 然後 然後Roger是說的什麼 然後就會覺得 風格的時候好像太常鋪 對 然後聽老師說 就是有時候要不會接受 下來 然後感恩又好奇 就是會讓我自己 更有能量的想念 那有一次Snyder 第12章 Snyder他照片長得滿慈祥可愛的 那他的 他那個 我本來你就可以看他照片 Google也看不到 但是我必須要去要照片 但他已經過世了 你知道嗎 我就要去他原來的學校的 那個秘書去要 然後他在要的過程 我就一直跟Snyder說 趕快給我照片 You are the nice man Give me a picture 後來不久以後我就收到那個秘書就說 OK You can have a teacher 畢業 Thank you Snyder 然後就是變成我的家人你知道嗎 然後每次去上課就說 我今天要跟你帶來一個朋友 這個朋友是誰喔 Glassers 好好的聽喔 這個Glassers 然後學生講 然後講完就說 你學到什麼Glassers你學到什麼 就是把他當朋友 當一個人 可能我們的心理 所以我們就是他是等於來 我們的Glassers 我們老師是一個傳真 把這些人帶到我們的面前 你這在說我今天做的事嗎 他就把我帶來 反正資源互相利用這樣子 剛才還有 對對人群 對 好 老師我是乙柔 我是乙柔 乙柔 乙柔 我覺得我跟賈妮 想要提的是蠻常向 我就是蠻欣賞老師 對於指示或這些哲理的態度 就是我覺得最有印象深刻的是 老師說在寫書的時候 他願意把每一本書都買起來 而不是只是去借這本書 放在書架上再還回去 對 然後我覺得對我自己的啟發是 就是可以看見 就是這書如果被我擁有的時候 我就可以在任何時候我需要他的時候去看見他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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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不需要每天都去買90次的書 我就幫你們整理 好 最後一位 最後一位 來 好想聽 好想聽的聲音 好 會機會 好 會機會 不用讓 不用讓 要說I do 同學老師I do 但是我覺得最深刻的就是 老師講到你得到一份工作的那個機會 對 其實我覺得老師是很謙虛 就是想到這個是幸運 但是我覺得因為是你一路走來 你一路之前做過的事情 跟你之前一路的就是累積的經驗 那機會就是這樣才造成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這會讓我覺得說我也要保護自己 就是在生活上之前累積的什麼 就是會其實是後來我會突然有一個保障 其實是我一路走來的時候累積的一些東西 在回應書上面說 那個希望理論說希望之旅是你要開始先踏上旅程 希望來了要趕快走不是 你就慢慢走 走會希望 當你願意往前走你就會看到希望 所以這是回應你 我也謝謝你 所以我們這時候有一句話叫什麼 什麼機會是給準備好的 我正好要說來 剛剛老師每次都會用書本裡頭的內容回應 我其實很想回應的是 機會給有準備的人 機會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以前有一句話是說 機會留給準備好的人 我覺得他有壓力了 什麼叫做好 所以我會把它改成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然後我自己會覺得人生有兩種 一種是你有目標 於是你有朝向的方向 但某些時刻是沒有目標的 那我就做好我眼前的事 所以有跟沒有 同樣都有價值 我覺得有智慧的人會看到這一點 但是如果你正念裡頭叫我們古簡責 所以培養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處處都有希望 不會因為外在的迎接或拒絕 而使得我否定自己的價值 覺得那個我無見 那太可惜了 所有的各位 我們都是無價值寶 你們知道你們是老師的財富嗎 對我來說 我昨天才跟陳桂榮他們說 療癒就是進教室上課 對我就是一個療癒 所以不要有門暑假好不好 所以你坐在這裡 你就光在坐這裡 你已經貢獻了 你不想我今天去教室幹嘛 坐在這裡光坐在這裡微笑 你就讓那個老師走進來的時候 看到陽光 他就有能量來教你 對 而且會誤操所說 因為他被激勵了 老師被激勵了 你們被激勵一下 有沒有看到有光了嗎 有光了嗎 所以好老師是好學生造型的 對我那天去郭老師那個課統計課 然後學生就想說我進來就是要用電腦 對不對 笑兩點對不對 我要大家把新跟眼鏡給我 那你是誰啊 就趕快出殺手一張 我是郭老師的太太 眼鏡就亮起 然後再來你說什麼他們都買單 有時候有這個身分也還不錯 這個只有在張勢上好用 對 在別裝就不能用 誰知道誰是郭老師 沒關係不過你下次回來 你說是駱老師 你們認識嗎 你們現在跟心理出版社可以說 我是駱老師的學生 你們已經是我的學生被我收編了 等一下我照相就在我的手機 那我們就趕緊來照相 我們來照相 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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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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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